天天跑不天天开心 今天我们带来百游路82的百公里长测体验 包含半马长距离体验和长地体验 先说结论 百游路82是双完成度非常高的薄底训练血 出色的包裹和不错的稳定支撑 让它的入门门槛比较低 但是比较薄的中底并且过快的衰减 让它的训练门槛也相对的比较高 推荐给两类人群 一通勤为主单次跑屋 不超过八公里的健康跑人群 这类人群可以充分地享受它舒适的包裹和支撑 不会被中底折磨 第二种是越跑量在150公里以上 并且有习惯性力量训练的跑者 只要你的力量足够驾驭它 它就是你可靠的训练伙伴 从慢跑到限歇的各种训练 它都能完美与改 我个人对百游路82可以说是又爱又恨 它是那种一上脚直呼巴士 但是八公里之后直呼折磨的鞋款 第一次跑九公里就差点让我气伤复发 后面我开始练腿 隔了一周再穿 十公里感觉跑下来很爽 但是当时脚踝和足弓的压力依然不小 所以三十公里之后 我换成了B-Mite的超零件鞋垫 就是你们能看到鞋子里透绿的 这个就是B-Mite的超零件鞋垫 它的原鞋垫做的也还不错 但是由于太薄了 所以几乎没有缓震感 对我而言换了鞋垫之后的路八二是质变 缓震极限明显增加 从十公里跑完都有困难到可以完成半码 但是要说明的是 换完鞋垫之后 它依然是一双门槛比较高的保体裙鞋 同样不推荐没有基础的朋友购义 穿着它跑完汶穿半码之后 我对它改观不少 汶穿半码的赛道非常困难 有非常多的坡上坡下坡 这种情况下对鞋子的要求非常高 因为在上坡的时候 如果包裹不好容易掉根 下坡的时候又容易顶脚趾 并且缓震不够会震脚 RB1682非常完美的陪我跑完汶穿半码 即使换完纯平鞋垫之后 这个鞋垫因为是纯平的 没有像原鞋垫有足弓支撑 但是它本身的出色的结构设计 让它的足弓支撑依然有不错的表现 我这样的轻度低足弓 跑完之后也不会有足弓酸痛的感觉 所以长距离的总结就是 原鞋垫我只能跑到十公里 但是换完鞋垫我可以跑到半码 算是一双合格的长距离训练鞋 然后我们讲一下电鞋跑的训练 41码200克的重量 并且出色的包裹和抓地力非常强的大体 让它的间鞋跑的体验很不错 并且觉得注意的是它前掌是弧形的 所以在你跑场地的时候 它在侧向抓地上能有非常好的表现 唯一的问题是它的鞋垫比较宽 我们一般跑场地推荐比较窄的鞋子 但是它的鞋带设计也可以让你绑紧鞋带 从而勒紧你的前掌 不过间鞋跑的话 建议还是换回原鞋垫 原鞋垫的贴合感和发力回馈感会好很多 上一个视频我讲到百欧六八二是一双教育消费者的鞋子 因为它没有银河市场 而是做出了自己的特色 特殊的宽顺设计 偏薄偏硬的中底和优秀的足弓支撑 都让它成为了国产品牌中的异类 如果你希望找一双体验脚趾抓地 锻炼你的脚踝和足弓力量的保底训练鞋 那它几乎是你优先考虑的几个选项之一 讲完训练我最后再提一嘴通勤表现 因为它是我近期最喜欢的通勤鞋 包裹出色宽容度高 鞋楦较宽并且鞋舌填充合理 所以即使是宽脚高脚背都能完美兼容 初体验时提到的内侧各脚问题也慢慢消失了 所以现在对我而言 百多八十一双可以跟精华十三齐平的通勤神鞋 当然它唯一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不能一脚蹬 所以对于通勤体验还是有一点扣分的 最后我们再看一下百公里之后的耐久表现 首先看鞋面几乎是没有任何磨损的 它这个鞋面做得非常坚韧啊 然后鞋底后掌是有一些细纹丢失 但是前掌几乎完好 整体而言我觉得耐久是非常不错的 应该能跑到七八百公里以上 侧摆有露霸的这一百公里 其实是我折磨自己的一百公里 因为我没有那么好的力量去驾驭它 但是在出完视频之后 我应该会换回原鞋垫 让它回到我的通勤和短距离慢跑的鞋库当中 希望有一天我可以不用换鞋垫去驾驭它 温柱的鞋垫去驾驭它 温柱的鞋垫去驾驭它 这个鞋垫去驾驭它 这些鞋垫去驾驭它